新台灣星光大道不說你不知道 我是周慶玲 我們每天都在被嚇 吃這個會怎樣 吃那個會怎樣 美牛竟然會怎樣 吃的雞會怎樣 雞蛋現在怎樣 今天呢又有最新的消息了是說 又死了120隻雞 情流感恐擴散 這到底是標題在嚇人 還是真的我們不能夠輕忽 免得跟以前歷史上很多的例子一樣 我們今天現場起到幾位來賓 在我們的改版之後 第一次來上節目的 沈富雄 沈大老 你好 大家好 好 劉義雄 劉大哥 大家好 另外還有師大化學系教授 吳嘉誠 吳老師 主持人好 跳了一個黃黃旗 自己報名 大家玩 他們給的證據錯誤 一看怎麼對不起來 好 第五位是我們的 這個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大家好 洪威你好 好 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幾天應該是大家 有的人是覺得被嚇到 到底可以吃什麼 有的人覺得說 哎呀 無稽之談沒有這麼嚴重啦 但是呢 今天爆發這個最新的例子 在彰化 又是在彰化 因為彰化是全台灣養雞 養的最多的地方 結果第三個例子說 在當地呢 呃 又爆發了有 大概將近四成六千隻雞呢 都死翹翹了 那麼這個的消息啊 就是讓那個防疫 是不是又出現一個大漏洞呢 又畫上一個大問號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呃 光琴姐 這案子聽說是一個 什麼70歲的老先生啊 在他們家的雞啊 死掉快到一半了 才發現不對了 呃 其實今天我們的製作單位 也有致電給這個防檢局喔 結果電話轉來轉去 轉了四次 問這個科長 終於轉到一位科長 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通報 因為我們的通報 有個通報標準 通常死亡率達到 0.05%到0.075%的時候 要通報 那你剛剛講 那個七十幾歲 那個雞農老先生 他的雞已經死了四成以上了 死亡率已經達到四成以上了 那可是呢 以防檢局現在的應變 幾乎是零應變 因為電話轉來轉去到現在 他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通報 所以有人講說 李惠仁李導演 他還有在調查 繼續調查的空間跟必要 因為我們的防檢喔 防疫 之前我們探討是 整個是出現一個大漏洞 那還在爭執是高病原 然後他們謊報成低病原 那還在爭執說低死亡率 所以不需要通報 這就是我們看到 前農委會主委陳五雄 昨天開始也在call in 那也在積極的 接受各大媒體的專訪 只要你電話打給他 他一定會接 那我認為說 他現在的狡辯是沒有必要的 也沒有意義的 那很顯然是在 必所謂監察院的調查 跟民刑事的一個司法的一個調查 不然的話 當時候李惠仁他提出的證據 從2010年的三份 這個調查報告 裡面很明確的 已經到達了這高病原的一個 確認的一個標準 那後來我們講 近期就是去年底開始 他一直跟官僚系統一直在攻防 結果兩個檢體所謂病死機 是寄給一個防檢局長 許天然已經下台了 他完全是拒收 而且當時候 他並不是說用禮物來寄送的 他是有標明說這是什麼東西 而且還經過消毒 那後來農委會主委陳五雄 當時候時任的農委會主委陳五雄 他是有拿去檢驗 但是他也是說需要一個時間 可是呢 非常確定的就是1月份 我們的農委會跟OIE 就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所通報的竟然是低病原 後來3月3號再補通報 其實簡單來講 如果完全沒有出師 為什麼許天然要下台 為什麼要撲殺 那以及現在我們看 現在我們的政府如何善後 如何處理 現在這個問題還在擴散中 好剛剛我們是轉了四通電話 轉到什麼科長 講了半天說搞不清楚 到底是幾成的時候 應該要通報 但是呢我們現在最新的電話進來 就是農委會現在給的一個標準 就是死了這個雞 死到10%的時候就要通報 結果我想請問一下 一鴻大哥 人家死到了快四成 這個阿伯就了解說 哎呦 事情大掉啊 這樣好像才不對 這是代表說 他們自己也不敢往上通報 還是他們自己也輕忽 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們自己所知道的教育程度 他們所這個知識的程度 他們自己專業的程度不夠呢 這個追究責任 要看這個責任是誰來負擔的 譬如說這個養雞場的主人 他超過規定沒有通報 那是他的責任 那你議管局 你如果 該派人去查 你沒有去查 那是你的責任 那你現在的人手 不可能到處去查 那這種情況下 就是責任的判定 那剛剛光琴有提到說 那陳武雄現在 他自己接受媒體 自己出來喊冤 他 光琴認為沒有必要 但是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因為 假如人家講他的 跟他的認知不同 他當然出來講 你就要將他吞下去 他是不會吞下去的 因為他在面臨司法刑事的調查 還有行政責任調查 監察委員會的責任調查 那如果他已經退休了 現在也不是農委會主委 監察院的調查 對他來講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移送工程會 追究他行政責任 這只是追究你那時候在任上的責任 但是可以把事實真相來釐清 那如果行事責任的話 我覺得他大概也不至於構成 因為你要礦池植物釀成災害 他假如說我沒有礦池植物 這是我的行政採良權 我覺得這個是我裁定 這個不需要撲殺 那是他的行政採良權 所以我覺得行事責任 大概不太可能 重點在行政責任 切琳有一個很重要 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是剛剛製作單位 他們打電話的一個過程 裡面提到一個通報標準 我認為農委會他指證我們是應該的 我們也受教 就是說這個數字或許出入 如果是10% 那個基農報是他14成 那也這個完全他死亡率 是超過他們通報標準 超過太多了 對對對 這個部分我更正一下 不是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你說這個通報的機具 對於基農來說 你知道這個低病原 跟告病原的差別是什麼嗎 我先不管他什麼高死亡率 高人感染率 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不要強制撲殺 這非常重要的 今天假如說 你養了幾萬隻的雞 那我今天如果通報 發現是高病原的話 所以之前那個被撲殺的基農說 哈哈一生的心血都還撩撩 通通沒有 因為可能幾萬隻雞被撲殺 所以這個通報的遲延通報 我認為基農本身會不會有 如果是我 我也不敢 在這個接骨眼我通報 然後我的機通通都撲殺了怎麼辦 可是我的問題是 他知不知道10% 他超過10%他就已經不應該了 另外一個 好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那個通報比 對不起因為我不曉得 但是台灣不是第一次發生激溫好不好 不是這個H5N2是新的一個情流感 有沒有高病原地病原 可是台灣過去 激溫或者情流感非常多嘛 所以早就要有一個通報機制 而說陳武雄 根本也不是說陳武雄 今天就算公布陳武雄的手機 難道全省的基農都打電話給他嗎 也絕對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機制一定是 譬如說 你就是應該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都有農業局啊 請問農業局在幹什麼啊 現在是隔岸關虎鬥 或者是說這個不干我的事情嗎 全部都農委會的事情 所以現在通報機制 本來就有一定的程序 那絕對不能應該像 像我們記者打電話去轉四次 假如說我現在覺得說 我可能有問題了 我現在要趕快去通報 如果機農去轉四次 那我覺得農委會 一定該被查辦了 是不是 轉到後來機都要死光了 才來得及嗎 不過呢現在 倒回去看啊 從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啊 短短12個小時 前後任的主委 卸任的跟現任的 兩位的主委 陳武雄跟陳寶基 都出來澄清喔 他們絕對沒有隱密 隱密疫情啊 這四個字 我是我不能接受的 到我離開之前 我在此的 這個離開之前 因為所有的資訊給我的 都是低病炎 我支持我們專業的這個判斷 不是這個 高病炎的 假如是高病炎的 你擋得住嗎 只爆得了火嗎 情流管的判定啊 它有一定的程序 除了實驗室 要非常確認之外 因為這個關係到 這個養雞業者的財產 所以通常都是非常 這個嚴謹的去做判定 那這個案子上面呢 我想在判定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所以才是 會有一些動作稍微慢一些 動作稍微慢一些 好這個就是紀錄片 跟兩位農委會主委之比啦 一個是講說 我們一直碰壁你們的隱匿疫情 然後呢 短短12個小時之內 應該說四天之後的 12個小時之內呢 兩位前後任的主委呢 都出來講說 絕對沒有隱匿疫情 現在這個責任到哪裡為止 我想請教一下 沈大老現在燒掉了一個 許天來他下台了 這樣子止寫就夠了嗎 還是說他是 農委會裡面的餘文 還是怎樣 這不是夠不夠的問題 這是妥不妥當的問題 我覺得這幾個禮拜來 對色肉精啊 對情流感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已經趨向民粹化 而且偏執化 而且就是不用理性去思考 你覺得農委會的立場 它是角色是有點矛盾的 他當然一方面要照顧到 國人的健康 但一方面也要照顧到 基農的利益 他你想基農利益重要呢 還是國人的健康重要 他在斟酌兩者之間 其實他需要去隱蔽 這些消息的必要性 其實不高 所以他這是專業的判斷 而且已經好幾個月了 這幾個月來 他這個疫情一定有變化 我覺得他們專業的知識 一定隨時在注意 現在我們在追究說 你的死是怎樣 你還沒有 這責任在誰 我覺得這個責任 你要去問基農說 你到底是懂 過了10%就要報 你是怕我報了以後 我的受損就難以收拾 我是心存僥倖 說死到現在為止 明天不要再死 我就逃過一劫 是這樣嗎 或者是我根本連10% 40%我都不懂 不管是哪一個case 這個責任都在基農 如果他報了 農委會沒有接 沒有處理轉來轉去 像大家現在所講的 當然責任完全是農委會 我覺得這個第二個可能性非常低 真的是低之又低 那這個禽流感到現在為止是 假在死 這個從我很小的時候 我們來賓我最老 五六十年前就是中假的這個 這個就中假的這個 是假的這個 是假的這個 所以這個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叫什麼 H2N2 我們也在吃 對 這個你不要講 你講這個就是落後 我是小時候 你講這個就是非常不文明 你少講 因為我們現在富裕了 我們當然不吃 而且要撲殺 我們當時哪有這種撲殺的場景 我們哪有會講到H5N2 或是H2N2 這個都是應該 這表示我們已經進入 科學文明的社會 這個都是應該的 但是你看我的朋友的弟弟 前陳昭的校長賴明昭 是這個環狀病毒的專家 他就講這個前流感的病毒 要變成人類的病毒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低病原 高病原 這留給專家去講 我們沒有錢 說得怎麼樣 這社會就要變過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不負責任 害得大家 牛肉也不敢吃 雞肉也不敢吃 雞蛋也不敢吃 什麼都不敢吃 吃手好 我跟你講這個是非常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可口可樂 那是美國一個非常偏激的 保護人民的一個團體 他查出來其中的一個成分 會致癌 好 就算會致癌 他是說要喝2000瓶的可口可樂 要喝2000瓶 我告訴大家 鬼死人了嗎 喝2000瓶 才會有致癌的效果 一天啊 一輩子喝 一天一天一天 最好找得到人一天喝2000瓶 所以才會有致癌的效果 我告訴大家 開水 白開水 這白開水很乾淨啊 對不對 都沒毒啊 我告訴大家 今天如果你喝5公升的水 你也會水中毒 因為我們的腎臟 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水 你的血液裡頭的成分 水就會過多 連水都會中毒 那我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那個玉米 基因玉米 基因玉米如果你是問那些非常純淨的 清教徒派的叫Purist 就是說他什麼一點點混雜都不可以的 那當然不可以吃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證明說 這個有基因混淨的玉米不可以吃啊 大家都照吃啊 也沒有事啊 但是如果你是Purist 我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不要討論 但是如果你認為 在風險管控之下 是可以吃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理性的討論吧 我覺得大家太善情了啦 我跟你講喔 也要說了就開始說這個 我認為非常不公平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站在政府的立場 覺得可以適度開放的媒體圍剿 但是如果跟政府唱反調的 媒體的coverage 這個篇幅的一面歌功頌德 我覺得是廢 我覺得馬政府真的是無能 你可以放縱到媒體輿論民粹民俗 搞到這個樣子 我是對馬英九的連任 可是大家還是會擔心啊 言論自由這叫放縱嗎 還是有人會擔心 因為歷史上不是沒有這種例子 我們想請問一下吳教授 就是之前不是有過什麼H5N1 現在大家聽了會怕 H5N2 那麼不見得現在有人傳情 情傳人或是人傳人 但是有一些他over the time 一個階段可能要六個月 甚至有時候到九個月 他才會變異 才會所謂的今天講的什麼在地化 這樣的情形是不是 實際上這個事情已經在司法方面 也都在調查了 我們其實來爭議這個部分 其實是比較多了一點 我是借這個機會給全國的百姓們 跟消費者們有一點點相關的嘗試 H5N1因為死亡率高 那H5N2實際上 世界其他各地也都有發生過 早在1983年的時候 美國就有了 後來墨西哥 義大利 韓國 日本 我們台灣 那最近2012也是有了 Sri Lanka跟South Africa 都有這樣的情況 人家的做法實際上也就是 整體去把它撲殺 避免它蔓延 因為日本在2005發生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做了研究 2008他有報導出去 這個東西確實在人體裡面發生 非常高的抗體的反應 表示它會傳到人 人傳了之後 是不是會有其他的機會 比如說傳到豬 最擔心是豬 擔心到豬 或者傳到其他的深處 或者怎麼樣 來來回回傳之後 造成所謂的它的變異變種 然後到時候變成 我們就很難去收拾了 如果說到了那個局面的時候 我們在不僅決 照到那個局面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怎麼樣 我們台灣會變成一個就是說 國際上的笑柄 如果這時候 如果沒有按照國際的方法來做的時候 從現在來看過去 是不是高病原性還是低病原性 如果當初是把它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是照WHO這個判定的方法 我們是按照比如說 是你的碱基氨基酸的個數 以及這個IVPI的這個指標 是不是達到1.2等等之類 照這樣的標準的方式去告訴人家說 按照這個判斷 可能是已經是高病原性了等等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們這樣自己本身主觀的判斷 這主觀的判斷 不知道是來自農委會哪一個層級 或哪一個學生專家的層級 說不定這個隱藏疫情 也不見得說一定高到主委最高 說不定下面的人做了哪個手腳也不一定 如果很坦白講 我們按照WHO的判斷的方式 確實是高病原感染性 跟人家講清楚 然後後續採取積極的這個措施的時候 也許我們不會到今天的這個局面 我們的這個做法 如果背離了國際上面 應該有了這個做法的時候 這個責任 這可能就變成自己要負了 負到哪一個層級 隨著掩蓋了這個疫情等等之類 這也許我們今天再怎麼討論 都討論不出來 這個是大家應該要有的一個嘗試 因為國際上現在2012年也發生過 我剛剛講過 人家也是都是撲殺 如果說我們不去撲殺 它造成事後更大的這個損失 或接近的這個損失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沒有說 因為隱匿了什麼東西 而得到什麼好處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大家 應該是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才是正確的 隱匿什麼東西 還可以得到任何好處的 大家還沒聽過 從來沒有聽過隱匿會有好處的 而且光晴姐會給我們看一封信 這封信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我們真的被隱匿了 是不是有一些該做的程序沒有做好 甚至有什麼樣的壓力對不對 那是美牛 那我們現在談情流感 我跟大家再補充 因為剛剛倩林主持人 剛剛第一個時間問我 那個彰化那個案例 沒有講得太清楚 其實我們知道說先前 如果我們的區域控管得益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防疫 是同作戰第一步 我們如果在發現之時 我們區域控管得益的話 就不會有第二期第三期 結果根據現在這個彰化縣動物防疫所 他們判定說第一期跟第二期 時間跟機支的臨床狀況是不一樣 只是個案 並不是疫情的擴散 可是我們講的第三期 那和第二期一起 一個在足堂一個在方越 他雖然有相當距離 但機支死亡的症狀是非常相近的 就是最近專家學子一直在 不管投書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提到是不是病毒株有本土化的趨勢 這個我想這個我們吳醫師可以講 就是代表是不是這個有變異的可能性 那所以剛剛那個老先生 他在彰化他養雞場 一個養雞場飼養一萬三千五百多隻的蛋機 半個月內死掉了六千隻 就是我們所謂的死亡率將近四成 所以他去通報 才有我剛剛講的是說 他們有通報標準 那已經通報了 那現在政府他怎麼作為 那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對我們來講一個是情類一個是人類 那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在選舉過程當中 最後一個禮拜 他們沒有積極的去處理 也就是沒有鋪插動作 更不用談到說 當時候有第一時間有做什麼處置 總有一個原因 後來我細舊不管是許天來他講的 因為剛剛這個我們吳醫師講就是說 情傳人 這個部分在日本 他們發現H5N2的時候 48個他們其實是陽性反應 但是並沒有發病 他認為說 以實際的狀況來看的話 對人的健康是影響小 這是他接受訪問時候的原句 他是這樣講 我們待會再回來繼續講 謝謝大家